赛克龙RC401赛道版发布 31980元 价格上涨3180元 升级了减震刹车 单摇B单向电子快排 更战斗的赛道竞技车版 胎压监测 测支架斜火 标配TBOX等硬核配置 对比32580元的春风450F2有和优炼 优势有三 首先是单摇B和单向快排的加持 虽然450F2单摇B版也上公道 但价格也会更高 其次配置更高 RC401减震及刹车系统重新进行调教和升级 减震升级为KYB22级可调减震 制动升级为前后吸护制动 前双叠 每叠对象四活赛卡前搭配300毫米大直径浮动叠 后单叠单活赛卡前 博士双通道ABS 实测制动给力 而450F2常规减震 前单叠虽配的是Brambo四活赛卡前 但里面关键的刹车片减配 导致制动力拉垮被很多车主诟病 第三就是价格要低600元 且多一个胎压监测 如果考虑到新车上市期的销售政策 将有更大的优惠空间 当然也有劣势 主要是动力 450SRV270度去轴向位一部双钢 对高转和低牛有更好的坚固 目前业内唯一 排量更大 功率牛举比RC401分别大4000瓦两牛米 其次是168公斤的超轻质量 比RC401轻轻10公斤 具有更强的推重比 之前双摇B版的RC401的热销 得益于对新手很友好和2.88万的优势定价 车子好上手 车把较高棋子不易累 高转动力虽平平 但中低牛表现良好 不易拖荡无需频繁换挡 785座高也很友好 赛道版的这一波升级 进一步提升车辆的操控和运动性 对不太在意动力数据和高转输出的新手 友好度进一步提升 除了竞技车把让驾驶更战斗外 客观说3180元价格涨幅 带来这么多硬核升级是很有诚意的 只是行业太卷了 因为和31999元QJ赛450价格一致了